原标题 不知道大家对马艳丽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算得上是娱乐圈的励志典范 1974年出生于河南州口市 1995年 马艳丽获得上海国际模特大赛冠军自此出头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模特 但同时马艳丽也是一位演员 在电影《青城之恋》中 马艳丽担任女主角一国 可能也是因为自身的条件好的原因 所以当时马艳丽在电影中的表现 给人人非常深的印象 在小的时候 马艳丽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运动员 但是后来却因为受伤 成为了一名模特 其实说到他的事业那个时候也算是成功的了 后来更是嫁给了当时央视有名的导演郎坤 也算得上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了 只是让马艳丽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事业真正的成功还在后面 两人在相恋之后 没有两个月便结婚了 当时也算得上是金童玉女受到各界的祝福 而且就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女儿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了 不过明星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所以两人相处久了之后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经常是聚少离多的状态 慢慢的这段婚姻也就变得名存实盲了 在跟自己的老公狼婚离婚后 其实马艳丽也是非常伤心的 再好长一段时间心情都是非常的低落 后来还选择退出了娱乐圈 后来更是将重心放在事业上 不问自己的感情 他创立了自己的时尚品牌 与此同时马艳丽 还承包了家乡的鸡牌姆特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善家乡的经济条件 如今44岁的他已经离婚11年 身家已经超过百亿 在感情上没有新的进展 但是在事业上却是非常的成功 相比结婚之前 现在的事业才是马艳丽想要的 其实马艳丽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的具有传奇性和励志性 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励志达人了 虽然看起来他的事业是水到渠成 但是马艳丽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又有谁知道呢 虽然一直是单身的状态 但是现在的马艳丽也是活得非常的精彩 在一次活动中 马艳丽非常的优雅 皮肤也完全不像是一个44岁的人 看起来像20岁